主席 他们认为在是 他们是谁 做过民调吗 还是询问过 问证过 地方说明会过 在说明会里面 什么时候说明会 我们在和 就是厨艺的说明 还有甘厨的说明会上 对什么时候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我们请 不是吗 本席的选区 然后刚刚讨论到的 这个合议场的部分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就直接回答其他委员 讲是说 对地方民众 比较希望的是室内 然后又说 持续的沟通共识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国会殿堂 你的回答要有评有据 你没有办法 你一个人代表 地方民众的心声 我都不敢讲是说 我代表地方民众 完全的声音 那你怎么会突然 在国会殿堂里面 讲是说 地方民众觉得室内 储存长好 那这样好像是 新北市政府 在跟地方民众作对啊 我们像在 合二场的时候 有办这些 是吗 那我们 那合二场 什么时候办 你等一下 你又 赖品渝委员 等一下又来了 我跟你讲 不是 不能这样子嘛 主委 就是论事 有一说一 但是 我连我是 身为中央民意代表 我都不敢讲说 我们地方民众 百分之百的意见 那您可以在这边 直接讲 地方民众的意见 那再者 现在你说 新北市政府 没有发 所谓的这个水保啊 相关的这些 证照嘛 对不对 那 有没有去寻求 沟通 共识 了解 我们有 有要求台电 要继续跟地方政府 去沟通 是 那最近一次 沟通 什么时候 就我理解 侯友宜市长也好 或说相关 新北市负责 不管消防局 还是相关单位 也没有主动看到 不管是原能会 台电 要主动来去说明 或是说在沟通啊 大家就是放着 然后就是 放任地方 俄语去讲说 就是新北市政府在动啦 欢迎新北市政府 可以让我们的位 后续才会有一些回馈 才会有一些 以往的这个 补贴 那这样不就是 制造冲突跟对立吗 新北市委员会 定情开会 主委您先上任啊 你觉得 有没有 如果说 因为原能会 有没有需要 如果说台电 这个跟地方政府 新北市政府 有相关的这个 没有办法 很良好的沟通的话 有没有需要 主委这边 还是您当个 这个中介者 以中央部会的身份 可以相约台电 相约新北市 侯友谊市长 来去拜访 来去再去了解一下说 新北市现在的状况 面临到的疑虑 以及地方民众的心神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对于这些 设施的这些审查 或者新建执照 都已经发了 那现在主要就是 所以没你的事啊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针对现在 所碰到的问题 那主要就是 在新建计划 要推动跟执行的时候 有一些就是 关于这些工地的 一些水保方面 或者是净流水的 废水的削减 这些的面向 在新建者跟地方政府的 还有民意的概念上 是有不一致的 有不一致 好 这些部分呢 其实并没有直接设计 我们在这个设施 关于核能安全 这部分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站在 我们这些的分工上面 它是比较是在 新建计划里面的 这个建设 就是工地的 这些的施工的部分 那我们是 所以意思就是说台电 反正台电 它也就先放着 然后没有急迫需求 然后台电就是放着 然后新北市政府 又不用沟通 我们三方面 大家就是三不管 我们其实 那我再请教啊 您知道现在和一场 厨艺计划里面 台电正在规划做 放射性废弃物储存设施的 新建工程计划 是 这您知道 我知道 那您知道这边 有您有同意 这原论会这边 有同意这相关的 工程新建吗 他们有 他们有送建进来 那我们有 现在进行的阶段 是对程序做审查 那后续会进入 实质的审查 对那您知道 这个工程新建 其实根本从头到尾 新北市政府是不知情 也没有办法审核 也没有办法同意的吗 我们有 在 地方 就是台电有办过 说明会 一次说明会嘛 本期有参与 但是 新北市政府 他们是被动说明会 而且 说明会完之后 我们现在不清楚说 它的后续的进度是 说明会完就算数 因为当天其实是 没有那么大的共识 而且地方有提出 很多的一个建议 对 是 这就是我们 会要求台电 在送案进来之前 必须到地方办说明会 对那说明会完之后 对 说明会归说明会嘛 共识归共识嘛 现在我就讲的是说 有一场说明会 我也有参与 这个我可以很负责跟您说 但是听起来 当天是没有共识的 那没有共识 但是有办过说明会 是不是送进来就可以了 交差了事了 有办就好 我们有要求台电 必须针对这些地方的意见 要来做处理 还是达成共识才能核准 还是怎么样 我们会站在安全审查的观点 去针对 针对这个部分民众的意见 纳入我们后续审查的 其中的要项 主委 我希望 大家是做实事 所以说这一点我一直想是说 因为您刚上任 我也希望是说 如果有必要 我倒建议啊 真的是由中央部会这边 拜访地方政府 找台电 一次拜访地方政府 我相信地方政府的门 一定是敞开的 侯友宜市长 他也是说 厚厚做事 我觉得这不是口号 这是实际的行动 如果说能够用实际的数据 说服地方首长 让地方首长 也可以化解安全疑虑 进一步的 大家可以一起跟民众沟通 这也是粮食一桩 但重点现在就是说 大家不知道的状况 还有那一天的说明会 最主要还有一个 症结点啊 我们不知道 永久储存厂放哪边 也一直很多人会 地方的民众就反映 是说是不是 现在过啊 开始兴建了 未来就放这里了 也搬不走了 站在我们安全管理 那所以说能不能在 现在兴建的同时 也告诉我们 是不是先 告诉我们永久在哪里 我们再来讨论现在兴建 没办法嘛 对不对 我们希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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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的储存厂 是有它的运转期限的 也就是站在我们这个 整个合废料的这个处理 是嘛 所以期限到了 我还没有办法有 最终储存厂之前 我要做就一定得做 所以民众才会更加担忧 是说当你做出来 这个兴建 这所谓的放射性废弃物 储存设施 是兴建的 那可能永久就会放那边了 因为你的永久储存厂 不知道在哪里 遥遥无期 说不定到时候 40年过后 我们大家 一半以上的人都不在了 所以其实 在这个储存 跟储置 都必须要同时的推动 那在储存的部分 必须设计它的运转 时间到了 我想 我想几个部分 第一 地方的民意 真的 不是说您在这边 这样直接回答 就算数 一句话 也许你觉得说 这只是 回应 其中某位委员的咨询 但这里是国会殿堂 我觉得 有所本 才好讲 第二 现在地方的民意 我想 石门相亲 和一场现在石门 石门相亲 也已经过去 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 都配合政府 那现在 石门相亲 要的就是一个 清楚明白确认 地方政府 我相信也是 也因此 不要想是说 我核准了 就算了 现在就是台电的责任 台电要去自己沟通 如果可以的话 应该是由我们 原能会这边来去 跟召集相关单位 或者说拜会 以及第三 最重点是 在这个 还没有地方 共事之前 放射性废弃物 储存设施 我认为 原能会 应该要严格把关 绝对不是 说明会 办过一场 就算数 这样您可以同意吗 我们会站在 安全管制的 这个 是嘛 但也不是 如果说在 安全管制的话 那这样不用 办说明会啦 主委那到时候 跟宏委员 特别报告 我 你是安全管制 那这样子 你们安全专家 大家看看就好 你办地方说明会 干嘛 你们原委会 你办地方说明会 意思就是 你希望让地方 也可以接受理解 跟寻求共识 那现在就地方 还没有一个 共识期间 你又讲说 我用安全的部分 那这样子 说明会 不就更坐实了 就是过场 不搬啊 那到时候 请主委 跟您这边 报告一下 所以我提出 这三点要求 在我的选区 我会持续的追踪 我也希望 您可以秉持专业 以及地方的权益 好好的来 尽 原能会 主委的责任 好吗 好 我会尽 我原能会 主委的责任 谢谢 好 谢谢红委员